小夕本是位漂亮姑娘 不幸的是一种怪病 是她俏丽的脸庞 从此就像戴上了一副僵硬的面具 善而幸运的是一次珍贵的机缘 使小夕不仅恢复了俏丽 人看上去比以前更漂亮了 那年夏天 好朋友君兰带着女儿小夕 来我所在的城市看病 晚上我和儿子一起去机场接机 见到小夕的时候我吓了一跳 她原本是个白皙漂亮的姑娘 但现在她却是满脸黑红肿胀 说话时 脸上的表情僵硬的 像戴了副假面具 给他们安排好旅馆之后 我们一起在外面吃了顿饭 席间我下意识地摸了一下小夕的手 发现她的皮肤硬得像铁皮一样 赶紧问她是怎么回事 小夕伤心地说 她得了硬皮病 已经在当地治疗半年了 中西医都砍了 吃了不少药 但是没有任何效果 小夕妈妈也很沮丧 说硬皮病是免疫系统出了问题 是世界上公认的疑难病症 目前国内外都没有好的治疗办法 出于我的一些个人经历 我给他们介绍了法轮功的一些基本情况 告诉小夕 坚持诚心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九字真言 病情就会得到好转 第二天 我陪他们去了市里的一家全民医院 挂了最权威的专家号 看完病 医生给小夕开了半年的药 嘱咐她回去后按时服药 半年后 小夕又来这家医院拿药 她的病情非但没有好转 反而更加严重了 她说 她的胳膊不能弯曲 穿脱衣服都带别人帮忙 双手不能握拳 十个脚趾头红肿流水 浑身关节疼痛 走路都很困难 我问她念九字真言美 她说她不太相信 看到她痛苦的样子 就再次告诉她 法轮功曲柄健身的奇效 并邀请她到我家和我一起练功 这一次她答应了 我在家里给小夕播放了 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像 一共九奖 还没看完 她就发现自己的脚已经不流水了 她非常激动 我也很高兴 一星期后 小夕就学会了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 她很能吃苦 在浑身疼痛的情况下 第一次练功 她就坚持了一个小时 小夕在我家住了两个星期 临走前 她穿脱衣服 已经不再需要别人帮忙 脚也可以正常走路了 回家之后 小夕的父母看到 她的变化非常高兴 没过多久 她妈妈就打来电话说 现在小夕的身体一天一个样 一天比一天好 小夕也高兴地和我视频 告诉我 她每天坚持读转法轮 加上练功 现在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 是法轮大法师傅救了她 在视频里 我看到她脸上的黑皮 确实全部脱掉了 人看上去比以前更漂亮了 法轮大法创造了无数的医学奇迹 小夕的故事只是沧海遗塑 愿更多的朋友 能够从小夕的亲身经历中 感受到法轮大法慈悲的力量 和我们一样 从法轮大法中受益